今天要上的課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第一次要寫網頁 好那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要寫的網頁到底叫什麼 大家應該常常上網 應該發現網頁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像我們 大概前兩節課給你們看那種 點進去發現那是一個靜態的網頁 沒有辦法跟他做互動 那你可以按上頁下一頁 可是那個上頁下一頁 應該是幫你導入到另外一個網址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 這個比較互動這個叫 這個還是算靜態的網頁 可是有一些網頁你甚至可以在上面打遊戲 對不對 我不確定你們這個年代有沒有 玩過什麼網頁遊戲 這個大概五年前的小朋友 還會玩網頁遊戲 那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 要學的其實是第二種 我們要帶你做的網頁 是那種 這個叫web web app也可以叫web 2.0 那他主要是 希望你在同個網頁上面 然後你可以有很多同的功能 那你跟他跟他互動 互動完了以後他就直接把結果丟給你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web app跟手機的app 比起來 他有一些優劣 優勢是什麼咧 既然是web app 你在玩 我不確定你們聽網頁遊戲會不會有感覺 網頁遊戲就是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有網址 你任何設備 你甚至不用預先下載 程式那你就可以直接開始玩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手機app 那你就要 下載一個app 然後你才能夠開始用他 聽得懂嗎 那 下載這件事情 這個下載這件事情 本身 可能他頂多花個30秒 一分鐘可能也不是特別花時間 最麻煩的地方是他更新很麻煩 如果今天 你身為 這個程式的開發者 你希望想要更版 更新一個版本 你就要強迫所有人重新下載 真的很麻煩 可是如果你是web的話 你改完可能使用者一點感覺都沒有 改了都不知道 所以他跨平台更新很方便 而且還有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Android的手機跟蘋果手機用的是不同程式 你如果是開發這個app的話 你還得學兩種程式 所以其實很麻煩的 但他有個很大的缺點 他缺點是需要穩定的連線 你只要一段線的東西就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他的優點跟缺點 好那我們現在來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一樣請大家開到RStudio畫面 那開到RStudio畫面的時候 請你我們先 我們從頭來 一進來你應該會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請你先 你可以先開個資料夾像這個樣子 在這裡 New Folder 你可以先開個資料夾 好我們這邊開個資料夾APP 看到這裡是不是有空的資料夾 你可以點進來 可以接受吧 如果你是用筆電的 你可以跟我做一樣的操作好不好 不見了要叫APP 叫什麼都可以 好你點進來之後啊 打開一個 打開一個 語法 打開一個語法 然後直接 儲存 以前我都沒有叫你們儲存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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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之後你點到APP 這裡來 你叫他UI 儲存完之後 你這邊應該可以看到 UI.R的一個檔案 這樣可以接受嗎 應該蠻容易的 好再來 再來 再開一個新的 那個語法 一樣儲存 到同一個資料夾 要同一個資料夾 儲存是Server 記錄不要拼錯 server server 現在這兩個語法都是空的對不對 這兩個語法都是空的對不對 好你做一件事情喔 這裡 這邊有一串程式碼對不對 這邊有一串程式碼 直接複製 貼上 到UI 這裡來 貼上 儲存就這樣子 然後再 下一頁 這邊有個Server的程式碼 來複製 就是 貼上 到Server這裡 儲存 就這樣 做完之後 你應該會發現 不管你點UI 還有Server 右上角有個RUN APP 請你點一下按RUN 你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那你可以跟它互動 這當然是一個很簡單的程式啦 就是 我們先不要管說它是怎麼做的 但是 但是 如果你都可以完成這個任務的話 我給你一個比較進階的任務 就是練習題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 請你到練習這裡 有個Shining Example這裡 請你點進來看 這邊有好多 001 Hello 其實我剛剛複製的UI跟Server 就是 Hello裡面的程式 你可以這邊隨便找一個 我隨便隨便找一個 我隨便隨便找一個喔 主要說 21 好這邊是不是有UI又有Server 對不對 來 找UI 複製 然後到UI這裡 貼上 再到Server這裡來 上頁 Server 好一樣複製 貼上 欸你看 我現在這個APP是不是改了 它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功能 不知道在幹嘛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的練習題很簡單喔 就是 請你到Shining Example裡面 隨便找幾個你喜歡的程式 隨便貼一貼 今天的第一個重點 是你必須要能夠 現在裡面怎麼寫 我們先不管啊 但是至少你現在需要能夠把這個 網頁給弄出來 然後你可以跟它互動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先把時間還給大家 這應該不會很難 我會一個一個去確定 你們所有人都完成到這一步 好各位同學 然後我們接著繼續來上課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就是 大家可能可以先到 等一下下課 我先講好了 等一下免得他等一下忘記講 就是我們這樣子上課 上到最後一節 就是30號嘛 這樣會少一節課 對不對 那我現在 已經想好了 就是 呃你點進來看 應該要看最後一節 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就不實體上了好不好 我們要就是你們自己看影片 那最後一節啊 這個重點 我先 我直接跟大家講重點是什麼 重點 其實前面這些不是重點 這些 這些你現在不會 不會做都沒有關係 你現在可以先看的是 最後這裡 分享的APP是 shiningapp.io 為什麼咧 因為你們的作業 是要交一串網址給我 你們不是要交程式碼給我 你們是要交網址給我 所以你們要學習如何把 剛剛的那串程式碼 部署到網站上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我在那個授課連結這邊 後面我就會好好講這個部分 一步一步做 做到做出來為止 好不好 那做出來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網址 就可以交給我 好那 但是 這個 現在當然 現在你現在會寫的網站很少啦 所以說 你現在做就只是 你先學 你先確定你會 這樣就可以了好不好 你 我先跟大家講 你期末作業 隨便 你隨便交個網站 上課貼的也可以 你至少就80分好不好 但是當然 這個 如果你把更多技術應用進來啊 那 那個 要給到99分 100分也不是不可能啊 好不好 那個之前我給大家看過 那個 前面的學長姐做的 這個影片 對不對 不是網站啊 網站 好那我現在還有教 這個 shiningapp的架構 好那 你應該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個檔案叫UI 有個檔案叫Server對吧 那 這個UI跟Server 這個 UI跟Server 他的那個就是 UI跟Server 他現在裡面寫什麼 我們看不太懂 現在我們暫時看不太懂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最基本款的這一個 我們先把最基本款的把它放進來 然後我等一下再把這裡把它放過來 好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啊 這個 你的這個網頁啊 我現在教大家用的時候 你這個網頁它本質上是這樣的 就是左邊是輸入 因為左邊你輸入這個程式之後 右邊這個圖會跟著動對不對 所以大家先聽那個流程喔 這個你可能會覺得很無聊啦 但是大家先聽那個流程 就是你的UI 你的這個UI就是User Interface 你的UI會有一個輸入參數的地方 跟一個輸出參數的地方 那輸入參數的地方 把參數輸入進去之後 就會丟到你的Server去進行運算 運算完之後 就會把結果 這個結果是一張圖 把它吐到UI再給他做這個應用 這樣呈現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你懂了以後我們來看我們的UI的程式 LibraryShining這個大概 不需要特別懂 你就是把輸入個套件嘛對不對 來注意這裡有一個ShiningUI 這個是在下指令告訴 他說我現在要寫一個UI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來再來 Page with Sidebar 這個是指一個模板 這個模板就是左邊有一個控制列 右邊有一個輸出區 這是一種特別的模板 反正我們現在都先用這個模板 我們之後會交更多UI跟Server的那個變化 但你現在知道總是我左邊放控制列 右邊放那個輸出端 這樣就可以了嘛 所以我注意哦注意 阿圓裡面的函數是怎麼樣 是小括號就是函數嘛對不對 函數裡面放函數就是 裡面先完成 然後我要把裡面就是放參數哦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小括號裡面是放函數的參數哦 所以這一大包 可以視為ShiningUI的一個參數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吧 可以接受哦 好那我們來看這一大包裡面有什麼 這一大包裡面有三個參數要輸入 第一個參數是 我要輸入我的標題 而標題 我不能直接打標題的字哦 我要用 HeaderPanel這個東西 把它包起來 這也是一個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這樣子的話 不過你大概可以看到 這個HelloShining我這邊可以改字嗎 Hello World 我現在打ROCK 儲存 這裡是不是就變Hello World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其實 標題不能改對不對 你現在 你也不用去記這個語法啦 反正就貼過來 然後把這個地方改掉就好 把這個地方改掉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你現在知道說 標題是可以改的哦 好 接著 這裡有個Sidebar Panel 這個顯然也是不能改的 這個就在說 我現在在 做這個部分 標題在這裡 我現在要做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用Sidebar Panel把它包起來 而這個Sidebar Panel裡面有什麼咧 有一個Slider Input 這個Sidebar Panel是這個 帶有一些顏色的框框 而這個 Slider Input就是這個控制列 這個元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元件裡面 它有好幾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OBS 這個OBS是 這個數字的名稱 傳到Server端的名稱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在這邊看不到OBS是什麼 這裡下一個Number of Observation 那顯然就是這串字嘛 對不對 好這裡我就不改了 你應該看起來很容易哦 隨便改它它那邊字就會改嘛 對不對 來這邊有幾個參數 明0 max1000 value500 0 1500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要設1萬其實也是可以啦 好 那接著最後再來 MainPanel MainPanel就在講這裡 好 PlotOutput 輸出一張圖嘛對不對 輸出的圖叫Distplot 所以這裡 我們應該看完我們的UI 我們應該發現一件事情 Input是OBS Output是Distplot 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接著來看Server Server端一樣 首先你先ShiningServer把它包起來 宣稱我現在是要做Server 注意這裡是ShiningUI哦 這裡是ShiningServer 哦跟大家講這個都不用改 之後我們要改東西都是 裡面已經有一包東西 我們再從裡面繼續改這樣子 這樣可以哦 好那再來 裡面要先輸入Function Input跟Output 這裡也是不能改的 好那注意 注意我怎麼去連接 Input是OBS Output是Distplot 你還記不記得R語言 我要怎麼Input丟 我是不是Input丟進一個函數 然後丟到Output 然後等於是 Output等於 那個 一個函數 然後Input丟裡面 它格式大概是長這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來看它的格式哦 Output裡面的Distplot 注意這個Distplot 請你不要直接打Distplot 因為它是Output裡面的Distplot 這樣懂我意思吧 Output裡面的Distplot 這其實Output你就知道它是一個List 它是一個List 我們之前教的那個 物件格式 Output其實就是個List List裡面可以很多東西這樣懂 Output裡面Distplot 等於Randomplot 先小括號再大括號哦 為什麼要先小括號 因為這是一個函數 為什麼要大括號 大括號是把一堆程式碼包起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裡面有哪些程式碼呢 首先RNORM 注意是Input裡面的OBS RNORM RNORM的意思是 如果你輸入50就是產生50個數字 輸入500就是產生500個數字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產生完了之後 這是一串數值對吧 數值丟到HIST裡面 HIST是一個畫圖的函數 我們前面有教過 所以說 這樣你懂它整個原理了吧 UI端 這是標題 這是你的控制Bar 這是你的Output 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裡面的Input丟進去 OBS出來 要DIST PLOT 在Server端 就是Output裡面的DIST PLOT 等於 RandomPlot 注意這個RandomPlot 跟這個Plot 它要一對一對應 因為你是要輸出圖嘛 然後接著 小括號大括號這種結構 你都不用管它 你就造就就好了 你只是把 Input OBS 丟進NORM 然後DIST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你應該會覺得 你現在應該看得懂了吧 對不對 有沒有人看不懂了 要不要講一下 我們再講詳細一點 好沒有 那我們繼續 我們來測試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看得懂 來 你發現 RNORM這個函數 它其實 RNORM跟HIST這兩個函數 RNORM我們以前沒有學過 可是HIST我們以前學過了 對不對 它其實可以加顏色的 舉例來說 假設 你 你這裡OBS500 OBS500 然後M等於170 S等於10 這就是我們以前習慣的 打程式碼的樣子 對不對 來我們看這裡 這是我們以前習慣的 在我們寫 網頁以前 現在的網頁 寫程式碼的格式很奇怪 對不對 可是這個格式是我們以前習慣的 對不對 就是 OBS就是暫存500這個數字 以此類推 前面四個是你的參數 對吧 前面四個是你的參數 那 你現在RNORM用OBS M跟S產生一串數字 產生完之後 HIST就是用這個數字 然後跟Color產生 這樣你是不是可以畫在右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 我現在 要做什麼事勒 我現在要把 UI端 我現在這邊參數是不是有四個 我本來參數只有一個喔 本來參數只有一個OBS喔 我現在參數要多三個 我要多三個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 多了三個參數以後 我的這裡面 就要 本來是一個參數去產生的圖 我就要改成四個參數產生的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們來看喔 來這裡 我們先複製貼上好不好 好 注意在UI端 注意喔 我現在 slidebar panel 裡面 我是不是只有一個物件 在R元裡面 我如果一個 一個函數裡面 要輸入很多個物件 是不是用豆點把它隔開 所以注意喔 豆點 在下一個物件 這又是一個控制bar 你看他就叫 slider input Numeric input Numeric input 這其實就是 很多元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注意喔 用豆點分開 最後一個不要豆點喔 不要犯這個錯喔 因為 你只需要 三個豆點吧 四個東西隔開 這樣可以吧 好來來看 Numeric input裡面 它的Input就是m 對不對 然後這個Input是s 這裡是他的描述 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我指定了一些 最小值最大值跟value 最小值最大值跟value 然後這裡有個radio button radio button單選的意思 單選的 單選物件的意思 等一下我們按下run 我們再來看 Numeric input跟radio button 是什麼東西啦 好不好 然後這裡 Color select the color of histogram choose red等的red 這個red是 我們要給使用者看的 第二個red是 我們等一下輸入進去的參數 就使用者選了大寫red 在裡面是小寫的 好 注意喔 我現在按下儲存了以後 我改server了嗎 我還沒改server喔 我現在還沒改server對不對 請你這個時候就按run 就你之後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把server改完 你就可以按run 好 你現在發現是不是左邊出現了三個玩意 一個平均數 只是說你這邊打什麼數字 跟這邊無關啊 因為你現在還沒有把這些 這三個 還沒有把這三個參數接到這張圖上 對不對 但是你是不是看到左邊的控制bar 已經出現了 額外的三個 這個小元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當然你現在會覺得 我想要多選題怎麼辦 還沒教啦 就是到時候 反正我們 我們之後會有好幾節課 對不對 我們會把那些 比較重要的功能 一個一個都交上去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現在 你寫網頁會覺得很像在背程式 就是 你要做A功能就用什麼元件 B功能就用什麼元件 C功能就用什麼元件 C功能就用什麼元件 到時候 等一下你在寫 server的邏輯的時候 就是用我們以前那套邏輯喔 至少在這個裡面 是用我們那套邏輯嘛 對不對 他總共要三個 RNORM 本來 在這裡是不是有三個 原件 好 來 看喔 min 等於input 裡面的m sd 等於input 裡面的 s 我們現在按下儲存 現在 m跟s 是不是被我丟進這一個 這個 互動元件裡了 你看喔 現在平均值是不是100 我剛才50 他是不是就50了 現在這一格是10 我剛才5 他是不是就變5了 所以他真的會跟著我這個動喔 當然現在跟 這個 現在跟這個color 還沒有連動 接著我要連動囉 那我要怎麼連動 在這裡來 color 等於input裡面的color 再一次 再一次run 看到了 他是不是連動了 所以說其實在這裡 是不是就跟我們以前寫程式碼 那個方向是一樣的 你要去設定自己的邏輯 為什麼之前我上了 上半學期的課 都在訓練大家的 程式組合的邏輯 主要就是 這個網頁只能給你一個殼 就是讓你去呈現data而已 下面的這個邏輯還是得要你自己寫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好那大家可以先試一下 你可以多加一些顏色 舉例來說 你green嘛 那我們再來orange好了 orange 等於 orange 要小寫 好啊 stop 然後再按下run 這裡是不是出現orange了 點下來是不是就orange 這樣可以吧 所以有沒有覺得邪網頁其實沒有很難的感覺 你應該會覺得邪網頁沒有很難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呃 我們先請大家做到這一步好不好 然後你多加幾個顏色 這樣就好了 你現在先不要想說要多加一個控制列 你就多加一些顏色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把那個就是時間給大家一下 好那大家可能 大家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大家要記喔 就是slider input numeric input 跟radio button 這這樣大家要記喔 好不好 就是 呃 你可以不要記得他怎麼打 但你要知道他在哪裡貼 欸這樣可以吧 不然你以後就不會用這些 物件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r裡面 我們前幾 我們之前 上半學期之後 我們之前學的那些東西到底是在幹嘛 我們其實假如像 費波納奇數列 費波納奇數列 我們要怎麼做 大家還記得這段程式嗎 X開頭是1 然後從3跑到20 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費波納奇數列 對吧 這個 我不用過多解釋了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 這畢竟是很前面課程的內容 好那 他可不可以被打包成一個函數 他可以被打包成一個函數 之前我們就學過了吧 對不對 就是 你可以把它改成一個 費波納奇這樣的一個函數 function 輸入什麼勒 a b 跟 let sequence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接著你就可以做 費波納奇數列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好你看著看著我們怎麼做 我們的 a b 跟 let sequence 顯然都是數值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喔 我們把 我們把 header 改成 my app 你要不要改隨便你 這個 header 改這個 header 改這個 header 沒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好改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然後注意喔 我們的這裡 我們改成 numeric input 全部改成 numeric input 全部改成 numeric input 全部改成 numeric input A b let sequence 這邊有三個描述 然後 數值 default都是1 1 1 20 那 負100到100 負100到100 3到2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你不准人家輸入2 你在這裡當然可以直接不准人家輸入2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 可是你的 output 就不能是張圖啦 所以我們這邊多學個東西 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它輸出的就是 文字 就是你 R元裡面輸出的這個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把R元的 console 把它放到你的網站上面 好所以說 你的 UI寫人這個樣子 注意喔 我還沒有改Server喔 我現在RUN 好這邊沒有東西 因為它現在還沒輸出嘛 對不對 然後 這裡是不是有三個東西可以改 你可以選 10 20 10 10 100 隨便你要改多少都可以對不對 只是現在不會動 好接著 回到這裡來 你現在要改Server了嘛對不對 好改Server 這段可以刪了 注意我是怎麼寫的喔 我直接把這個東西清空 我這邊要改改新的吧對不對 好 然後 首先 你先把剛剛的 費波納奇這個函數 放在Server的最上端 因為這樣子它的程式碼 讀下來的時候 在讀到這裡之前 它就會把這個函數給吃進去了 這樣聽懂我意思吧 好接著 看一下我們怎麼貼喔 output sequence 等於random printer 所以這個random printer 跟這個 這個東西 它們是一對 它是一對的喔 好然後裡面呢 費波納奇 A B C Input A Input B Input 那個 last sequence 這樣可以吧 按加儲存之後按ROM 我們現在來掃一下 真的是可以動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不錯吧 好可以接受吧 應該會覺得還算可以 好那現在交給你們做了 來找直數的函數 這邊有個找直數的函數 啊找直數函數 比起費波納奇數列 他簡單一點 他只有一個input 所以請你把剛剛 費波納奇數列的 這個UI 你要先產生這個UI 跟server 把它改成找直數的app 那你max x你可以設什麼 100啊1000啊 或什麼都可以對不對 不要設個100萬啊 那絕對跑不出來好不好 好那就這樣子喔 給你們玩一下 好那 就是 這個東西要 我想就是 難度沒有那麼高啦 我看大家基本上都可以做出來 你就是把這個函數換掉嘛 對不對 好換掉了以後 你要再 現在只有一個maxr這個參數嘛 對不對 所以請你到 UI這裡 隨便把一個東西 然後這裡改成 欸 這裡改成max x.x 這邊改max.x 然後剩下就不要了 然後這裡改 這裡可以改個描述 好 懶得打字了 我就打test好了 那他 最小 一定要是3 對不對 最小一定要3 最大 我們就設個1000好了 那 起始值 設個100 好 然後 接著 你可以先按run喔 好你現在這裡 會有error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連的是 費波納奇數列對不對 所以他是有問題的 這很正常沒有關係 你看他還是跑的起來喔 就是只是會error而已 但是他還是跑的起來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改 這裡 本來是費波納奇 是不是改成這個直數 然後input maxx 好 儲存按run 現在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改1000 是不是就算完了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應該 理論上你應該不會 不會覺得太難啦 就是 就這節課的那個難度 我們定的蠻低的 就是幾乎不用怎麼思考 就是蠻直覺的 好的 為了要讓大家熟悉網頁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 最後今天要上的最後個部分了 就是 呃 如果你現在同一個 就是如果你現在同一個 APP裡面 你又想要讓人家 有算直數的功能 又想要讓人家有費波納奇的功能 那你兩個如何整合在一起呢 注意 首先你需要先讓對方選你要用哪個功能 對不對 可是這兩個功能的參數是不是不一樣 如果你用 找直數的功能 他的參數應該是MAXX 只要輸入一個東西嘛 如果 你想要讓他計算費波納奇數列 他要輸入三個東西對不對 所以說這兩 你需要先讓他選一個東西 之後再根據這個東西 去選擇你要呈現什麼給他 這樣有聽懂嗎 在Server端應該不難寫 就if else就好了嗎 對不對 可是在UI端怎麼寫啊 我們需要用到一個東西 叫conditional panel 這個conditional panel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運算 我們先直接複製貼上 我們先不要管直接複製貼上 一樣UI Server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學寫網頁的時候 你不要看到一個新功能 conditional panel 你就先研究個半天 他到底怎麼弄了 千萬不要 先找範例程式直接run app 好你發現這個app 這裡是不是有兩個功能 按normal的時候 他出現了min 跟standard deviation 對不對 然後 number observation也會出現 按student t的時候 這個number observation 一樣也會出現 但是這個扁桿df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改變了其實這個 或者是這個 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共用的哦 這個是共用可以吧 那圖怎麼改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說 反正圖 等一下你在裡面放if else 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這個東西也是新玩意 我沒看過嘛對不對 他叫select input select input method 這跟radio button非常像 這跟radio button非常非常像 好 method method 是他input進去的參數 對不對 裡面input的進去會有什麼東西 normal跟st norm跟st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help text 是這串文字 這串淺色的文字 所以你想要加說明可以這樣加 接著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al panel 除了 有numeric input以外 最重要的是這裡有condition condition 等於input.matter 等於 等於 引號 norm 好注意哦 前號換點 前號換點 然後這個norm需要引號 小引號 這樣懂我意思嗎 norm顯然就是選了normal之後 我要出現這兩個東西 選擇st的話 我要出現這一個 好那一個是 mu 一個sd 一個是df 這樣可以吧 接著 slider input slider input 跟conditional panel 是同個位階的哦 注意在slidebar panel裡面 select input 是跟 help text 跟第一個conditional panel 第二個conditional panel 跟slider input 是同個位階的哦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們同個位階的哦 你如果 你如果希望這個東西 也是conditional panel的一部分 也可以 你就把它丟進這裡面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總之 我們現在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輸入norm的時候 你要用的就是mu跟sd 還有obs 如果你輸入的是st的話 你就要用df 那你的output是distplot 所以你的server 一定就是distplot開頭 我們把它這樣子空一點 distplot開頭 randomplot 這個都跟以前一樣了嘛 對不對 你以後要寫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這個樣子哦 你可以先寫成這個樣子 再去裡面貼程式 like if implementer 等於norm 等於norm 我就 用obs mu 跟sd 產生 數值 如果是st 我就用rt 產生數值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你應該 了解到conditional panel 是怎麼做的了吧 好練習題要來了 請你把今天最後一個練習題啦 做完我們就下課了好不好 請你試著把 剛剛的找植樹 跟找費波納提樹列 寫在同個APP裡面 那我們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做完我們就下課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啦 這個 嗯 method 這裡我們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 本來是 本來choice 是normal 本來這裡是choice distribution 我們就改成 就是那個字我們就懶得改了 我們就改後面 所以現在變成費波納奇是1 然後那個值數是2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 這裡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改成 我們這裡normal就改成1 這裡可以改2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先這樣改就好了喔 如果你一開始不熟悉怎麼改的話 你就先這樣改就好 我們按一下run 這個字被我改掉了 所有的功能都還在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有的功能都還在 好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改 廢波納奇的話需要abless sequence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把這裡改成 三個numeric input 然後把 那個就是把直數改成maxx 這個東西 我如果 你就是你要直接打下整串 覺得有點困難的話 我現在在網頁的課都是這樣 我建議去前面貼 你不要直接貼後面的答案 你去答案前面去貼那些 你已經學過程式嘛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這樣子的話 最後一個我不要 大家要了解的是他的結構 好這樣子我右邊當然什麼都出不來啦 對不對 可是我的左邊 你看我的左邊已經 我的左邊已經對囉 我左邊已經對了 對不對 好接著 我再到我的後面去貼 費波納奇跟我的直數函數都必須要在 然後接著 output output sequence output sequence要改掉 然後既然你這裡改了的話 你在UI端的這裡 你要把它改成 前面這一個 這是一對一對應的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你就可以動囉 現在是費波納奇數列 我們改30 好可以對不對 那我們改直數 1000 他還可以出來我們要數字 好就是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想今天的課程應該 對大家來講應該不會太難 就是基本上你就是知道 好這今天的重點就是 撰寫APP你需要一個UI.R的語法 給你一個server.R的語法 那APP裡面是可以用自創函數的 所以你既然可以用自創函數 任何函數你都可以用 這樣可以吧 但是要在server端去弄 我們以前學的那些 呃組合函數 所出來的那些功能 應該要在後端 也就是server.R去使用它 那conditional panel蠻好用的 記住這個功能 好不好 因為你的 不然你的APP就複雜不起來 你每一次要給人家用 都要把所有的功能全部都攤開 這樣使用者看了就是很煩 好那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那大家想留下練習也可以啊 那我們就先這樣子